公路上没人碰就摔倒身亡 谁担责 3月14号 许昌市卫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个案子 判决涉事公路管理局 赔偿受害人家属16万余元 人摔倒了 为何怪路 据媒体报道 2017年1月 男子贺某骑着二轮电动车 行驶至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条道路时 未与其他车辆碰撞而自己摔倒在地 被人送往医院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 贺某家人认为 事发路段标线残缺 道路边缘不平整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向道路管理部门索赔88万余元 而作为管理部门的 许昌市某区公路局变成 该路段的发包由当地政府负责 其单位无权发包 亦不存在过错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公路局作为事故发生路段养护单位 为履行合理限度内的管理义务 其堆贺某的死亡有一定过错 道路瑕疵虽客观存在 但也并非突然出现 完全不能避免 死者赫某 未尽到谨身驾驶的义务 因此死者自身承担主要责任 法院最终判罚 该路段公路管理局 承担20%责任 赔偿共计161596元 新京报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